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真情履歷》 我是主持人華萱 大家對於校長的印象是什麼呢 多半都是比較嚴肅的形象 不過今天介紹的這位來賓 他的風格很獨特 他不但是馬來西亞最年輕的外國校長 同時也接近多種身分 不但是講師 作家 還具有執照的街頭藝人 一起來看看他精彩的人生履歷 我是黃瑋文 在網路上還有一個名字叫 他的典故來自於希臘神話 我平常的工作是歷史老師 在不同的地方分享歷史文化講座 此外我也是個作家 平常也在網路上寫很多的文章 我喜歡印度電影 印度舞蹟 印度彩繪 所以我考了台北市街頭藝人執照 我做過最特別的工作 是曾經到馬來西亞擔任 一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校長 我當校長的地方是東馬比較多 偏僻的鄉下 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體驗到馬來西亞更多不同地方的 文化集美食 因為我自己工作的專業 所以我喜歡有古文明的地方 因此像印度就是我很喜歡的 我到印度的世界遺產拍照尋房 也因為喜歡印度電影 所以我去了夢買感受電影裡的世界 此外我也喜歡中國古文明 喜歡唐朝的絢麗及繁榮 所以我走了一趟思路 歐洲文明我想要更接近 所以我去學了西班牙語 曾經到那邊遊學 趁機就是品嘗了更多不同的美食 以及跟當地人相處的經驗 雖然我常常一個人旅行 但是我對穿搭是非常堅持 我會從髮型 鞋子 飾品 服裝 都要符合我即將去到的景點 比如說到上海我就會穿 1930年的夜上海風 到印度穿沙利 到日本穿和服 我覺得每次的旅行 都要有很多天使地利人和 因此我希望拍出來的照片 及回憶是每一次都很獨特而美好 因為我平常會在網路上 把我的相關經驗分享出去 就會吸引很多同好 我們會有Party 然後穿符合當時主題的服裝 比如說印度風 然後到異國餐廳去聚會 我覺得旅行對我的意義 就是找尋自己的無限可能 讓我更美麗以自信 今天要介紹的這位來賓呢 他的身分非常多元喔 平常他是一位歷史老師 但是有時候搖身一變 變成了旅遊作家 甚至還考上了街頭藝人的執照 我們歡迎梅杜莎黃偉文 偉文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偉文 想到梅杜莎就是在你網路上的筆名嘛 大家會想到就是頭髮很多上 很多條蛇的那個梅杜莎 對 這個由來是跟這有關嗎 有 因為我第一次去土耳其的時候 我的髮型就是超級大捲髮 是那種有點像爆炸頭的 是爆炸頭 然後一捲一捲的 所以我去到土耳其 無論走到哪裡 他們都說我是梅杜莎 那那個時候我沒有英文名字 所以後來在土耳其之後 因為找到很多自信 因為土耳其那邊的男生 對於我們這樣長相的女生 東方連口會特別有興趣 土耳其男生又非常的熱情 對 所以後來回來之後 我出了 過了幾年 我出了第一本書 那我就決定 就用這個來當作我的筆名 原來如此 所以偉文呢 他在網路上的筆名 叫做梅杜莎 他喜歡在社群網路上 分享他旅行的點點滴滴 不過你們知道嗎 他覺得最特別的 不是歷史老師這份工作 而是他是馬來西亞 第一位最年輕的外國校長 你是怎麼樣的機緣 來到了馬來西亞當校長 因為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 馬來西亞沙老月的華人社團 所以其實在念研究所 那幾年當中我每年暑假都會去那邊 天野調查 蒐集資料 對 那透過跟那邊的華人社團的朋友 一些長輩的接觸 直到那邊的華文教育很困難 然後我就想如果有一天 我能夠的話 我也可以到那邊去 貢獻我自己的心力 對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本來就有修教育學程 所以我一直有把這件事情當作 就是未來的規劃之一 那後來因緣機會之下 他們沒有缺老師 但是缺校長 就問我願不願意去 那我心裡就想說 我反正一定就是要去那邊當老師 我不管當什麼我都要去 沙老月是馬來西亞的 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沙老月其實是在東馬 就可能大部分的朋友 比較知道吉隆坡 還有冰城 冰城 那個是在西馬 馬來半島上 那沙老月是在東馬婆羅州 對 那它是馬來西亞的 其中一州 它是比較原始熱帶雨林的 對 你要在這樣一個純樸 而且比較原始風光的地方教書 你是教一年 在這一年的期間 你就是幾乎都是在熱帶雨林的 環境當中生活嘛 對 你觀察在地的人 還有你就是這所學校的師生 你覺得如何 我去的那個小禎叫西連 那它非常特別的是 它其實都是客家族群 就是華人的客家族群 那另外一大部分 絕大部分成員是土著 就我們這邊講的原住民 但當地都叫土著 對 那所以就是那個小鎮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的淳樸 那包括人情味 還有人際之間的溝通 然後還有一些建築 其實我覺得滿像 一九五零年代的台灣 那時候不是台灣剛光復沒多久 對 雖然我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出生 但是透過那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類似像當時 非常淳樸 然後 傳統保守的一個社會 在那邊教書有種 走入時光隧道的感覺 因為現在的學生 都還滿皮的 如果老師沒有個三兩三的話 一定會被看扁 而且就是會希望說 就像你講的 要對等的關係 才能跟他互動 不過在這個沙勞越州 你說的這樣的一個學校裡面 他對老師是很尊敬的 他就像早期社會的台灣 就覺得尊師重道 彬彬有理 要向市長問好 這些都是基本禮貌 就日常都應該做的事情 那家長對老師也很尊重嗎 那基本上家長也都是像早期的家長 都會覺得 都會先覺得說 可能我的小孩有什麼錯 所以才會讓老師生氣之類的 對 你是第一位外國校長 你怎麼樣跟這個學生互動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只要看到校長 就會躲得遠遠的 要不然就是牆碰到的時候 就會校長好 對 那你怎麼樣親近學生 其實這個我也頗感困擾 因為我的風格跟個性 都跟傳統觀念中的校長 完全不一樣 那好處是因為我是外國來的 那他們其實馬來西亞人 對台灣都有一種夢想吧 我覺得他們很喜歡台灣 包括它從連續劇 或者是一些新聞 他們其實日常生活充滿著台灣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們會對台灣 然後跟我就會做上連結 所以他們倒不至於怕我啦 因為我也會帶給他們很多 比較新鮮的東西 比如說教他們跳肚皮舞啊 之類的 對 教他們跳舞 那從這個跳舞當中 你就可以跟學生打成一片 對 因為我們那間學校的學生不多 就師生加起來 其實才一百個 對 那因為課後有社團嘛 所以那些學生 他們其實也很想要學新的東西 那剛好我 就是有學肚皮舞 硬肚舞這一些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可以透過教他們 然後拉近距離 然後順便也讓我自己有事情做 那因為華校啊 它經費都 都是來自於華界的捐款 所以政府也沒有補助 就經費比較困難 那很大一部分是要 學生去付出自己的努力 讓華社看到成果 他們就會願意捐錢嘛 所以我會教學生跳肚皮舞 然後幫他們張羅舞衣 然後去一些華人社團的一些活動 慶祝活動那些去表演 然後募款 透過跳肚皮舞募款 然後這樣子也滿有趣的 不過在這個熱帶雨林裡面生活 想必雖然台灣也是夏天很熱 但是馬來西亞這樣的一個氣候 一定是非常的酷熱難耐嘛 你是怎麼樣去適應這樣的一個生活 倒不至於酷熱 因為它雖然 它其實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它雖然很接近赤道 可是它可能因為天然原始 所以它其實空曠 它自動調節是比在生活在台北這邊 要好很多的 那當然一年四季都很熱 其實在那邊根本不用看氣象 你不用去想我今天要穿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對 那最熱的時間當然就是大概十點 到下午四點這一段時間吧 你覺得這個如果到沙勞月桌去旅行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旅遊的亮點 因為畢竟你在這邊從09年去 陸陸續續去研究所時代 去做天野調查 然後就是當上的這個校長 這一段時間你覺得有什麼推薦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喜歡原始生態會非常 對那個地方會非常有興趣 像紅毛猩猩 對 它是保育類的動物 那它原產地本來就是在馬來西亞那邊 就是有 所以像去東馬沙勞月 它最大的城市叫古晉 它附近就有一個紅毛猩猩的保育中心 所以在那邊可以近距離的看到 紅毛猩猩的生活 那如果在食物方面呢 食物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那邊的食物 不太有地雷耶 就是華人滿多的 然後所以會吃到很多 接近華人的料理 但是因為他們那邊又跟馬來文化 或者是土著文化相融合 所以可能會多一些香料啊 什麼之類的 那味覺上我覺得會跟我們這邊的 飲食習慣比較接近 就是如果是長輩啊什麼 他們如果出國旅行 怕吃不管的話 我覺得到沙勞月或馬來西亞 倒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這樣聽起來 你卻接了外國校長的這份工作 還滿適應 不管是在生活上啊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都還OK就對了 其實沒有非常適應 因為我是在城市長大的小孩嘛 所以瞬間把我丟在一個熱帶雨林 就其實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都還沒有完全適應 對 不過你還是接下了這份工作 因為這份的人生經歷對你來講 算是最特別的 對 對 那我覺得 人就是應該要趁年輕的時候 如果機會來就要去把握 也不要去想說 他可以賺多少錢啊 或是他可以為我的將來 帶來什麼 反正就覺得 這個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又是有意義的事情 就去做 沒錯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國外的工作都雙倍賣 就一定會這樣想對不對 可是我的工作錢非常少 因為在當地我剛好說 他們華校是靠捐款 所以他並不是政府 付薪水的那種標準 那我當校長的薪水比在 大概是在台灣當老師的 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間吧 所以要有熱情 才能做這件事情 對 那除了在馬來西亞 殺到月宙之外 你有沒有推薦一些 比較特別的旅遊的景點 或者是旅遊的方式 其實在那邊呢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它是熱帶雨林嘛 那它其實非常多的西方客 比如說澳洲或者是歐美 他們對於熱帶雨林的那種想像 所以在沙老淵那邊 它有個非常特別的就是 母鹿國家公園 它有全世界大概是 最大的地下洞穴 可以停四十架波音七四七 那它的天然鐘乳石 還有一些地貌 是非常獨特的 然後它有四個洞 那個國家公園有四個洞 其中一個洞叫鹿洞 然後每天傍晚大概四五點吧 會有兩百萬隻的蝙蝠從洞 就是他們會排隊 然後依序飛出 所以旁邊有一個觀景台 那所有的觀光客都會 大概傍晚的時候 就在那邊站位置 然後看蝙蝠出洞的那種場景 那個還滿獨特的 聽你形容 我像台灣只要號稱 蝙蝠洞的地方 你進去幾乎都沒有蝙蝠了 它那邊蝙蝠多到 你進去洞裡面 因為站到嘛 然後旁邊的把手 那它蝙蝠多到其實把手 這邊都是蝙蝠的糞便 那你必須要戴麻線的那種手套 對 你不能自己的手這樣子去捧 這樣聽起來很有意思耶 透過瑋雯分享我們知道 其實一般很多人去馬來西亞 第一次可能都去 比較熱鬧的西馬 但是來到了東馬走一走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那麼等一下回來 要請瑋雯聊聊 她還到全世界哪些地方去旅遊 稍後馬上回來 喜歡到全世界旅行 到處趴趴走的尾文呢 她對於旅行的穿搭 有她自己一套的原則喔 尤其是在影片當中 你可以看到她把每天要穿什麼衣服呢 就記錄在筆記本上 包括今天來上節目 這一套服裝我就很好奇了 這套服裝是什麼呢 這套服裝是馬來西亞的傳統服裝 叫格巴亞 那它中文名稱的話 我們會稱作娘惹妝 娘惹是華人的男性 跟馬來的女性結婚之後 生出來的女兒 就稱作娘惹妞娘 我想說之前娘惹 會想到那個美食 對 那他們做的甜點 就叫娘惹膏 所以你每次旅行 你就會想說 我今天去哪個國家 我就會打扮成一個就是 適合這個國家文化風情的妝妝 那接下來就要聊到 其實有一個尾文非常喜歡的 就是很想一去再去的印度 印度大家想到就是寶萊塢電影 對 你也是寶萊塢的粉絲對不對 對 我看寶萊塢電影 已經超過十年了 那你幾乎如數家珍 可以成為這個評論的專家了嗎 其實我有一個二奶部落格 就專門在寫印度電影的 觀影星的什麼的 對 那你覺得印度對你來講 你為什麼這麼愛這個地方 一開始其實就是 大概二零零一年左右吧 就開始看寶萊塢電影 因為我個人對於華麗的服裝 Bling Bling的東西 本來就很有興趣 那整個寶萊塢就是華麗風格 那就非常對我的胃口 那因為印度電影 早期都是走那種巨男美女 浪漫路線 就很符合少女心 所以一看就 就沉迷在裡面 你會發現到它的場景 就是在一個這個大型的場景 大家是上百人一起跳舞 我覺得那個場景 對你來講的話 就是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它的視覺刺激非常的有效 你還因此去學了這個舞蹈是不是 對 我還學了印度舞 那印度舞其實有非常多種 那我學過寶萊塢就是電影裡面 看到那種比較流行的舞蹈 也學過傳統的古典舞 就是以前他們印度人 也不是以前就現在也是 就跳給神看的 它有什麼差別嗎 有 它因為印度非常的大 所以像北印度的話 以前宮廷的舞娘 跳的叫卡達克舞 那它就會穿著旋轉的舞衣 就裙擺旋轉起來會非常漂亮 那其他地方不同的省份有 比如說奧迪西亞或者是婆羅多 那這些都是古典舞蹈 北部跟南部它的舞蹈 包括跳給誰看的 都是不一樣的編舞的方式 對 完全不一樣 聽說你還訪問了 印度寶萊塢的大明星 它其實不是寶萊塢 因為印度電影啊 我們熟知的是寶萊塢 是夢埋那邊的片場 拍出來的嘛 那其實印度非常的大 它在南印度呢 它有一區塊 講大米爾語的 叫泰萊塢 那另外一個叫做 講泰魯 講泰魯故語的叫泰萊塢 那另外一個有泰明爾語的 叫康萊塢 所以我去訪問的是 講泰魯故語的大明星 好多不同的萊塢 我聽了都已經頭緣了 對 那你覺得那個大明星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對它 有一些背景的了解 實際看到它不會 就真的是覺得 我快無法呼吸了 我覺得大明星要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空氣凝結 然後會有一陣香味飄出來 然後就有一陣風過來告訴你 大明星要來了 那時候採訪它是什麼主題啊 因為它拍了一部電影 本來是在泰魯故語界的大明星 那那部電影叫 那拍完那部非常的賣座 所以整個北印度啊 甚至全世界有印度人的地方 都知道這位明星 它是一部歷史劇嗎 它是用歷史戰爭宮廷片 當作背景 但它沒有歷史考據的 那但是它的場景非常大 因為那部電影花了七億 那後來因為太賣座 所以就在拍續集 那我很幸運的是 因為我去年的金馬影展 有引進這部電影 那我去看了以後就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對於 泰魯故語的這個發源地 叫做海德拉巴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就決定 我去印度旅行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海德拉巴 那後來因為台灣有片商 原創娛樂就把這部電影買進來 要院線上映 所以我就跟他們聯繫 那我就說 那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 就去幫你們看看 有沒有機會訪問大明星 他們就幫我跟劇組聯絡 那所以就後來就很順利的 就看到大明星 然後還看到他們拍攝的情形 這真的是一般人 沒有辦法經歷到新鮮的事物 所以我覺得你人生真的好特別 就有種遊戲人生的驚奇感 一下子是馬來西亞的外國校長 一下子就可以訪問 這印度的大明星 然後另外還有你 因為在旅行當中 你會特別注意穿搭 這樣的穿搭是不是 你在當地可以享受到 比較好一點的待遇 因為畢竟跟在地人 會比較親近嗎 我覺得一定是這樣子的 因為雖然說我們人 要注重內涵 但是外在真的也很重要 因為畢竟 所有人看你第一眼 就是從外在開始判斷 那為了表達 對當地文化的尊重 那你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穿搭嘛 那所以我覺得多用一點心 然後可以替自己 在不同的地方 有更多好的待遇 我覺得何樂不為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驗 比如說在印度的話 我一定會穿沙莉啊 或者是其他 比如說像安娜卡莉 就是專門宮廷舞娘 跳舞的那種衣服 因為印度服裝分非常多種 那我 因為自己是很了解 所以我會說 南印度我要穿這樣 北印度我要穿那樣 總之呢 因為你穿得漂亮 所以印度人也都很開心 那後來有一天 我跟我的朋友 我們三個人 就要去太極馬哈林參觀 我們已經賣好票了 那結果要進門前一剎那 我的朋友 就發現他的護照不見 護照不見很嚴重 對 因為他發現 他的包包拉鍊被拉開 那我們已經花了 七百五十路比買門票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丟下他 所以我們就只好 去遊客中心報案 那後來遊客中心 就幫我們聯絡旁邊的警察局 那過沒有多久 就有一個 翹屁股的警察過來帶我們 那後來 我們其他沒有掉護照兩個 我們就看到翹屁股警察 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本來心情不好 沒有進去太極馬哈林 後來他就把我們 再去警察局要做筆錄 要備案這樣子 那後來警察局進去之後 因為我們穿的 每個都穿得很漂亮 我都規定我朋友 跟我出國要穿漂亮 所以如果你穿沙粒 另外兩個一定 你會幫他們 就是準備這種沙粒 還是他們自己一定要 因為像沙粒一定 大部分人沒有 所以像我一出發行李箱 其實準備了兩套 印度的衣服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們去了第二天 就要訪問大明星 我就規定他們說 你絕對不能穿得很醜 我跟我去大明星那邊 那後來他們沿途 看到沙粒他們就買 然後就準備去 太極馬哈林的時候 要穿 那後來他們一看三個 我們這種亞洲臉的 又穿沙粒 他們一定很開心 所以我們就開始 跟警察聊天 那後來我就秀出 我跟那個大明星的合照 那他們全部都很開心 所以我就開始跟他們聊 印度的男明星什麼 他們就很高興 然後最後那個局長出現 然後局長非常的高大威猛 然後本來大家都不敢講話 那後來局長一看到我們 他也很開心 所以他就秀出了他的照片 原來他跟李奧娜多合照過 現在比大牌就對了 對 所以後來最後我朋友突然發現 就是司機打電話來 他說有一本護照掉 在他的車子裡面 是不是我們的 然後後來我朋友 紅著臉去跟警察說 其實我的護照沒有掉 那警察很開心 然後他說那這樣我們叫奶茶來喝吧 那所以我們就在警察局完了 很開心 然後就約說 那明天一起吃中餐 那後來到了第二天呢 因為我們把時間記錯了 就他們其實是十二點 但我們聽成兩點 所以我們兩點去的時候 已經人事全非 然後我們非常尷尬 因為我們走進去就說 我們是來找警察吃飯的 就很怪 那後來呢 那邊的警察非常好 他們就打電話來 把執勤的警察叫回來 所以那些執勤的警察 一個個回來之後 就開警車站 我們去吃中餐 開警車跟警察 一起吃午餐 這太夢幻了 真的很夢幻 就四個穿制服的警察 然後開警車站 我們去餐廳吃飯 穿沙利 結果沒有想到有一個意外的驚奇 這樣子 那另外在印度 大家很多人都幾乎每次聊印度 都聊到恆河 對 聊到就是很多 就是可能印度的街景 就是什麼髒亂 就是說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可是我覺得你應該是有不同的印度 視野對不對 你比較推薦去印度哪些地方 不一定是大家比較常去的 其實我滿推薦去南印度的 而且南印度比北印度乾淨 南印度的人也比北印度的人淳樸 友善 對 那所以 因為有比較少人去南印度 所以像 比較偏南邊 沒有真的到非常南邊 就偏南邊一點的 有一個世界遺產的城市 叫阿蘭卡巴德 那那個地方有兩個世界遺產 一個是阿詹陀石窟 一個是艾羅拉石窟 那阿詹陀石窟 它全都是佛教的壁畫洞穴 就有點類似東煌石窟那樣子 那是可以清淨的 因為東煌石窟 我們遊客自己不能隨意進去參觀 要有專業的導遊帶領 但是阿詹陀石窟可以 那另外一個艾羅拉石窟 就是綜合了印度教 然後佛教跟奇納教的洞穴 所以如果喜歡佛教藝術 跟宗教藝術的 滿推薦到這邊去看一看 你是自己是學這個歷史 然後你也喜歡文化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石窟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它裡面會不會有一些苦行僧 在裡面就是修行 還是說純粹它只是一個 石窟的一個歷史遺跡而已 它是歷史遺跡 現在並沒有苦行僧 在裡面修行 對 那除了這兩個石窟之外 還有沒有推薦其他的地方 像我覺得國雅 國雅它也算是 它算是西印度 但是它是一個 很不像印度的城市 因為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葡萄牙人的大航海活動 開始之後 在印度的第一個據點就是國雅 所以那邊有非常多的天主教堂 那邊有很多信仰天主教的印度人 那整個感覺就是非常的放鬆 然後海灘美食 再加上葡萄牙風情 就好像是置身在國外的一個感覺 它的歷史建築本身就帶有一點點 就是這個航海文化來這邊的色彩 對 那像這些是大家比較 不會看到的印度綿香 對 所以不要再說什麼印度的水很髒 然後印度可能很亂 治安不好 其實你只要有做好功課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玩得很安全的 對 那等一下回來 要繼續請葡萄來分享 他另外一個很喜歡的國度 西班牙囉 我發現到葡萄喜歡旅行的國家 都具有豐富的人文特色 除了印度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西班牙了 西班牙你有推薦去哪裡 因為西班牙其實也還滿大的 西班牙大部分的人應該就想到 巴塞隆那高地建築 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 南部安達魯西亞這個地區 那可能也是因為我比較喜歡 那種異國文化 因為這個地方在十五世紀以前 是阿拉伯的政權 所以它留下很多阿拉伯式的 建築跟風情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一個 之前大家都知道旅遊 這個作家三毛嘛 那三毛大家知道它的歷史 不然其實就是西班牙人 對 河西 那三毛它之前跟河西住的地方 其實是在西班牙更特別的一個地區 叫加納利群島 那加納利群島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是地理名詞 還滿陌生的耶 那它其實距離西班牙非常的遠 它其實是在西非外海 它距離摩洛哥比較近 對 那它總共有七個島 那三毛跟河西住的那個島 叫大加納利島 然後現在有個三毛故居 滿多人到加納利島 群島一定會去那邊就是參觀 很多人喜歡三毛的作品 加納利群島 它算是西班牙管轄區裡面 最外圍的一個 應該算是最外圍的 那非常多 因為它中年都是在 大概二十度到二十五度之間的氣溫 它中年很溫 滿舒服的啊 對 所以像比如說英國 加納利群島 那些比較缺少陽光的歐洲客 就非常喜歡到加納利群島曬太陽 對 那加納利群島 它根本很多的海岸線 都是天然的 算是天然的天體營 對 所以我也在那邊 第一次天體營 你的人生第一次天體的體驗 在加納利群島 對啊 因為那邊根本 不太看得到亞洲臉孔 因為那邊都是歐洲客 然後反正也沒人認識我 身體的大姐幫在那裡 對 然後就對著 一個大西洋 我覺得很酷 一個人的旅行 是這麼的天然 那在那個群島裡面 你除了享受這個美麗的海岸線 體驗第一次的人體大解放之外 你覺得那個地方的人文 或者是歷史特色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嗎 加納利群島的話 我覺得它有很多十五世紀以後 大航海的那種 以及包括像海道 比較防海道的那種城堡 然後還有它非常特別的是 它的地貌 因為像 它是比較險峻的那一種 就是比較容易防守的那種 地形的海岸線 還是說就是比較容易登陸的 那一種海岸線 它算容易登陸的海岸線 所以要改那種城堡 來去眺望 就是海道或什麼 那以前他們大航海的那些船 對 也一定會經過加納利群島 所以那邊也是補給站 對 那它最特別的 其實是像月球表面的地貌 它那邊其實很特別 像蘭薩羅特島 它是群島當中的另外一個 那它其實很多地方 就像月球表面 然後可是你開車開一開 又會出現像沙漠一樣的風景 然後也有駱駝可以騎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的島不搭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在一個島裡面可以看到 不同的一個地理的風情 對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像月球表面的那種火山地貌 感覺好像航海王的那個 卡通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來到這個島上冒險 然後遙想自己是那個 十五世紀的公主 那那邊因為就觀光地區 開車很方便 所以開車在那邊 就是兜風開敞篷車 不一定是高級品牌的 就是敞篷車在那邊兜風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親自來到了加納利群島 你就可以知道說三毛走過的地方 為什麼他很喜歡這裡 因為你實際上去住過 去親身的體驗過嗎 但是你在西班牙 你是屬於比較long stay的那種居遊 你一定除了這個群島之外 你還去過很多地方 你還有推薦西班牙要去哪裡嗎 像我很喜歡馬拉加這個城市 就是他在南部 我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 他進可攻退可守 就是你如果住在馬拉加的話 你要去南部比較有名的城市 比如說像哥拉納達 或者是哥多華龍達這些小城 或者是小鎮 非常的方便 就達巴斯可能一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就會到 那如果你要去馬德里 你坐高鐵也是兩個小時 也可以到馬德里 他算是一個南部的中心點 你要成放射線狀去各個點 都只要一到兩個小時 而且他最特別的是 你從馬拉加大概轉三趟公車吧 就可以到達英國的領地 叫直布羅陀 那你的護照上 又可以多一個錯章 馬拉加他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你在當地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風景 馬拉加的特色 他的食物特色 美食滿多的 那比如說烤的那種沙丁魚 然後還有像一些 他們自己釀的那種甜酒 那他們馬拉加呢 他的老城區有一個劇院叫做 我現在一直想不起來那個名字 那個劇院他每年會舉辦 馬拉加電影節 那我們台灣人比較知道的 西班牙電影明星像那個 安東尼班德拉斯 他家就住在那個劇院的附近 所以每年那個電影節 他都一定會去走紅地毯 然後還有像大家熟知的 碧卡索 碧卡索的出生地是在馬拉加 對 那在馬拉加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經歷 就是除了你感覺到好像可以跟 你印象當中知名的電影明星 進一步地接觸的那種感覺之外 馬拉加嗎 對 他就是一個陽光城市 陽光沙灘 所以又是一大堆歐洲人很喜歡 去曬太陽的地點 那他們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 就是我們一起去沙灘吧 所以他們其實每天的活動 大概就會花好幾個小時在沙灘上 如果是夏天的話 對 你去居遊的時候有特別為了 能夠跟在地人互動 就是去學了西班牙文 我印象當中就是 其實西班牙文還不容易耶 我覺得滿不容易學 因為他的單字都不太好 接又分陰性陽性 那你居遊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的是 我遇到很好的房東 那他也是語言學校的老闆 那因為我是那間語言學校 第一個台灣學生 對 所以他就對我非常好 然後讓我住在他家 那他 我去語言學校 過大概三四天吧 就是我的生日 那我就告訴他說 過兩天是我的生日 我其實只是不想要 一個人過生日 那結果沒想到 他幫我辦了一個派對 他就去買了很多食物到他家 然後請語言學校的同學 都來他家 還因為怕沒有人跟我講中文聊天 他就去上網找了 在當地念書的兩個姐妹 是講中文的 然後來當我的朋友 我覺得還滿感人的 西班牙文你在這邊居遊 學了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第一次去完西班牙 回來之後 因為我決定不要當文盲 所以我就跑去學了西班牙文 那後來就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剛好有時間 我就跑去那邊遊學一個月 所以其實我的西班牙文 並沒有非常的好 但是我很喜歡接觸 就透過語言一直不斷 跟西班牙那邊的文化 一直保持接觸這樣子 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來到西班牙 我的朋友在在地旅行的 一個經驗是 很多在地小館 尤其餐廳的老闆 是完全不會講英文中文 其他語言 他就是西班牙語 所以你光有時候看菜單 連英文菜單都沒有 你第一次到西班牙 那時候還沒有居遊學西班牙文 是不是也遇到這種 很囧的狀況 對 我那時候去到賽維亞 然後小酒館是真的都沒有 是終於都沒有 沒有那個英文菜單 但是我好像又運氣滿好 遇到老闆都很願意用不好的英文 來跟我們溝通 所以就勉勉強強都還點得到 就是符合我們期待的食物 我朋友他是直接看隔壁吃什麼 然後他就指這個 所以才沒有踩到地雷 因為你也許在菜單裡面分不清楚 這是雞肉 豬肉還是牛肉 那他們的時間好像也是滿容易的 好像是很晚才吃飯 對 西班牙人他們 其實午餐大概是在兩三點 然後晚餐是九點以後 對 所以去西班牙要練就能夠人的肚子餓 因為在我們的用餐時間在那邊是 不太吃得到東西 對 那你在西班牙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人 除了你剛剛說的 就是語言學校的老闆之外 因為你去了兩次 你有沒有覺得說 在這邊有一些特別的旅行經歷 或者是你覺得印象深刻 除了你剛剛說的馬拉加 這個太陽的城市之外 也有一些獨特的景點 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覺得如果喜歡運動的朋友 應該會對足球明星非常有興趣 所以像我到西班牙的話 我也到馬德里的黃馬隊的 柏娜烏球館去朝聖 這也會是少女心大噴發的地方 馬德里其實非常多地方 都有賣皇家馬德里球隊的 官方商品 所以去到那邊 光是買他們的球衣 比如說七號 七號的那個 那個球員的球衣 大家就會花大概上百塊歐元去買吧 然後特別還要再多花歐元去 蓋他的那個號碼帳 對 那整個球館我覺得 在沒有打球的時候 是可以進去參觀 而且他整個球場的動線設計 都是互動式的 那你除了可以看到 你喜歡的球員用過的東西 還有他們歷屆的獎盃以外 他還會把你的照片 Key在板上 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經過這個牆面 然後你會形成一張小照片 然後用Key板 把它Key成一個球星的樣子 然後最後最後通到 他還會讓你選你喜歡的球員 然後可以跟他的Key板合照 然後還會讓你去做 一般來說可能只有 德國總理去看球賽的時候 可以做的那種VIP的座位 可以坐在那邊拍照 我覺得去柏娜舞球館 算是很好的體驗 這樣聽起來西班牙真的是 值得造訪一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熱情的國度 其實對遊客算是友善 雖然語言可能不通 但至少它的整個歷史風情 它是有韻底的 再加上它的地理景觀也是很豐富 所以你怎麼拍幾乎都是 秒殺底片的地方 因為它的陽光很好 天空很藍 現在你還有在持續教歷史嗎 你有沒有對於說 未來你的學生也想跟老師一樣 一起去撞遊 去旅行 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其實我學生很喜歡 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學生滿幸福的 因為像國際志工 或者是打工換宿 打工度假這些都已經非常的平常 那我覺得如果不想要花太多 父母的錢 倒是可以先透過這幾種方法去 在可能高中或大學的時代 就去開拓自己的眼界 就變成比如說擔任國際志工 它一方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去了解各國的歷史文化 因為其實如果你沒有走出去的話 你一直覺得說好像就是世界就是這樣 其實我發現到台灣的學生 比較不喜歡看國際新聞 所以他們的國際觀 可能沒有像其他國家這麼的好 而且我覺得國際志工滿好 是他都會去一些不是主流的 比如說美國 歐洲這些地方 他可以看到台灣學生 不熟悉的那些國家 那我覺得比較算是全面化一點的 國際視野吧 今天跟瑋文聊 我覺得收穫最多的是你從 從求學時代就到馬來西亞的商榔越 東馬這地方去做田野調查 一邊讀書 一邊旅行 去累積自己的經驗 然後又到馬來西亞工作 甚至到西班牙去居遊 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年輕人 學習的體驗 非常謝謝瑋文的分享 謝謝 真情履歷是屬於你我分享的旅遊平台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所分享的節目 也歡迎到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幫我們按讚喔 真情履歷 重新出發 更多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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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